现在我们要来讲准地转近似6.2节 这个部分我们会再分两个小节 6.2.1是准地转方程 现在你看到的是我们做了经历平衡近似以后的空置方程 那样这个是运动方程 这个有连续方程 这个是状态方程跟经历平衡方程合并以后的样子 右下角这个是热力方程 SP的话是我们的大气的静稳定度参数 它会跟你的垂直方向上的位温梯度有关 那这个值在中纬度的地方的大约的值 就是我写在这边5乘以10的负4次方 那另外Omega这个当然就是垂直速度 那我们要做的近似 第一个是地转近似 地转近似简单的来讲就是我们实际的风场V 这个V向量是UV的风场 我们把实际的风场用地转风来取代 这个叫地转近似 实际的风场我们可以把它分成地转风就是这个VG 再加上一个偏地转风就是这个VA Ageos Traffic Wind 这个下标A的话是这个Ageos Traffic Wind的第一个字母 那地转风的话因为它跟气压场有地转平衡的关系 所以这边的地转风你就可以用重力位T度来表示 那我们在上学期讲地转风的时候我们前面这个科次参数 我们是用F5那你会看到这边写的是F0 F0的话就是我们选定某一个维度当作参考维度定在那边 在这个维度上的科次参数我们把它叫做F0 那因为我们现在有兴趣的是中维度的现象 所以我们通常选这个参考维度我们就会选在中维度 譬如说你可以选在45度 那当我们把实际风分成地转风和偏地转风的时候 我们的偏地转风通常会比地转风本身要小很多 这是在中维度才适用的情况 因为中维度的大气的运动非常接近地转平衡 做了地转近似以后 我们的权维分项会有些符号上面的变化 所以像原本对风场做时间的权维分的项 就会近似成是把地转风拿去做分 那这个权维分的D下标也多了一个G 那这个是因为我们在平流项这边造成平流的风 我们现在已经把它用地转风来近似了 所以在权维分这里的D的这个下标 我们会多给来表示平流项的跟原本的差异 最后就是垂直传送项这项太小了 所以我们会把它忽略掉 这个部分也是地转近似的一部分 近似二是叫做中纬度Beta平面近似 这个Beta的定义在数学上我们是直接把科式参数对Y做尾分 那Y就是你的尾度这边的变化 那我们刚刚讲说我们会在中纬度的地方挑一个点当做参考纬度 Phi0所以在Phi0这个点的Y就是定成0 我们不是把Y等于0这个定在赤岛上 而是定在参考纬度的这个点上 纬度比Phi0高的地方Y就是正的值 纬度比Phi0低的地方Y就是负的值 在数学上就可以想象说这个Beta其实就是F在Phi0这个点的斜率 这个蓝色的这个平面我们就叫Beta平面 那我们之前看的那个科式参数F 这个数学形式的话如果你把它画出来的话 其实就是你现在图上的这个红色的曲线 它就是一个Sine的波形 那所谓的中纬度Beta平面近似就是原本科式参数应该是红色这条线 但是我们把它用这个平面来简化 那这个Beta平面近似就是你越靠近参考纬度的这个点 你就误差越小随着你慢慢的远离这个参考度的这个点的时候呢 科式参数差距就会越来越大 那我们的实际上的Beta的计算呢 我们并不是直接把F真的拿去做尾边 我们事实上是用Tile展开式 然后保留前面的最大的那两个项 这个详细的推导过程我这边就不去推导了 同学可以自己试看看用Tile展开式把它展开来 就是F这边用Tile展开式把它展开来 然后再去把它对Y做为分式看看 那你就会得到这一个项 这个A的话就是地球半径 那我们做这个近似 我们可以来做一点点尺度分析 我们来看看这是不是一个好的近似 分析的方式就是我们把这个BetaY就是第二项 BetaY跟前面这项F0相除 来看看它到底比例上有差多少 Beta的话我们保留 再来Y的话是空间尺度 那我们在中纬度的天气现象的话 它的空间尺度我们就用大L表示 分母的F0一样保留 所以你把Beta用这个放进去 然后L一样在这里 那F0的话 F0的话在这边是2Om sin phi0 所以你就把它放过来 那我们就可以把2Om消掉 最后你就只剩下cosphi0除以sinphi0 然后还有L除以A L的大小是10的6次方米 A的话是地球半径 所以这个我们也是知道的可以查得到的 就是6371公里 所以你可以除一下cos除以sin 你在中纬度的地方 譬如说你取45度的话 那他们两个就是差不多大的 所以这两个基本上是消掉的 所以你这样子比较一下以后 你就可以发现说 这两项的比例呢是圆小于1的 也就是你用F0来代替F的话 会是不错的近似 它的那个误差并不会很大 那运动方程你采用了近似1和近似2以后 它会长什么样子呢 我们先把加速度这一项留着 然后克势力这一项把它移到等号的右边去 最右边的这一项是重力位的梯度 那它可以把它写成是地转峰 所以就是这边 这个你就把它放进去 那就变下面这一项 那这边的话我们再把近似1放进去 所以近似1的话是这个权威分这里 要把它改成是地转峰的符号 那比较需要注意一下就是 你在克势力向里面的这个V 这个速度场呢 你不要直接的把地转峰放进去 不能直接用地转峰去取代实际峰 你一定要把实际峰等于VG加VA的这个部分放进去 那就绿色虚线这里 因为我们的加速度 它其实是 会受这个偏地转峰影响很大的 就是你这两项 其实它们差异很小 它们的差异就差在偏地转峰这边而已 所以你一定要把它保留下来 因为第二项会包含地转峰 那你这两项相减的时候 其实原本的地转峰峰的分量 会被后面这个加地图力的这一项被抵消掉 然后F这个用近视2把它放进去 所以就是紫色这个线标的这个F这边呢 我们就把F0加βY也放进去 那其他的我们都先保留 K就保留 这个式子展开来 那因为这边有两项 这边有两项 所以我们就是一一把它展开来 就是像下面这个这样子 然后F0乘以这个K hat 然后跟地转峰 cross起来 然后第二项的话就是 这个偏地转峰这一项跟F0 k hat 这个cross起来 那后面就以此类推 那最后一项是原本的7RT路律 改写成用地转峰来表示 那接着这一项跟这一项就抵消掉 然后这一项很小 你可以把它忽略掉 那我们最后只剩这两项 所以我们的那个 采用近视E和近视后 运动方程就是下面这个红色框框框起来的 接下来是我们把连续方程拿来做近视 那连续方程这边的话 V的话我们就可以直接把它拆成 是地转峰和偏地转峰 地转峰的话它是没有符合不散的 所以这一项会是0 这一项会是0 那你的原本的Divergence Convergence 就只剩下偏地转峰的Divergence而已 那后面这个垂直的项还在 所以最后连续方程变成这样很简单